一開始來關心 今天有部分的計程車問想們是非常的悶 因為台北火車站西側的平面道路現在禁止排班 而在目前現場的情況如何 連線給記者 任以芳 好 直播各位觀眾 每次來到台北站西三門搭建車 總覺得這裡的交通特別的混亂 不過在此也提醒大家要注意了 從今天開始 所有的建車在西三門這邊 只能下課 不能再課 所以因此也有很多乘客跑錯地方 不曉得未來要到哪裡來搭建車 同時也有很多運獎也說 政府宣導根本就不過 臨時就告訴他們說 以後西三門這裡 千萬都不能再載客了 那麼通通都要到台鐵地下室去 讓很多運獎都抱怨連連 剛剛載客 剛剛下車 哦 那你知道以後這邊都不能載客了嗎 不知道 完全不曉得 那你知道以後要到哪裡載客嗎 不知道 通通都不知道 你這樣會覺得很麻煩 對啊 這樣會覺得很麻煩 然後那個地下室載客的話 那個飛去啦 那下去還要收錢沒意思了 對嗎 車位一分鐘要10塊 排班是否超過多少 一個小時要加速快呢 計程車要求錢呢 那這樣大家誰願意到那邊載客 沒辦法啊 警察要抓啊 這裡不忘了 對不對 沒力了 好 我們可以聽到很多WIN獎都說 現在在西山門這邊只能下課 不能再課 已經讓他們覺得很不方便了 再來看看呢 現在呢 通通都改到台鐵地下室去來排班呢 WIN獎也說了 如果呢 一等超過一個小時沒有載到客人 還得付10塊錢給停車場 讓他們覺得這個生意真的是超級不划算 同時呢 其實有很多乘客也有講 因為原本大家的搭車習慣 都是在西山門的上面搭計程車 可是由於宣導不過再加上標示也非常的不清楚 所以很多乘客大包小包了 東跑西跑 不曉得未來呢 應該要到哪裡來搭這個計程車 所以這一個排班的地下化 也讓WIN獎還有乘客感到相當困擾 以上目前是最近狀況 主播 好 提醒你呢 這計程車地下化目前在台北火車站 西色平面道路呢 是進走排班 是進去上車的